针对什么 针对后面 这个已经做感染国家 再来就是什么 居住的乡镇 那居住乡镇他这边有提到 只能够是用台北市的 OK 所以台北市的乡 不是没有乡镇 他叫区 只是那个南卫名称 他叫居住乡镇 那要怎么做比较快 其实这边有提供各位两种方法 两个方法都可以做出来 第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那个 就是刚刚查过的台北市 用查出来的台北市再筛选 那怎么再筛选 特别是说在乡镇分析 有个隐藏功能 我觉得还蛮棒 比如说我要针对这些县市 所产生的资料再筛选的话 很简单 请你在台北市上面快点两下 应该是在这边点两下 技术这边点两下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把只有台北市的资料 另外再帮你开一个新工作表 然后就把只有台北市的资料 丢到这个工作表 那其他县市会不会出来 不会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居住县市 只会出现什么 台北市 其他会不会出来 不会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有没有 所以以后 比如说你已经筛选这一层了 然后还在下一层 比如说你那个 再筛选哪一区 在区底下有个里 里底下有什么里 有没有 一层一层都可以再去筛选 可以用这一招 而且这个工作表 你也可以把它存起来 OK 细部的再筛选 而且甚至这些 顺利分析表 其实我以前有教过 还可以配合VBA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VBA里面 全部都自动化 自动把你的规则先想好 自动产生你要的报表跟图表 那不就很快了吗 OK 不过我想我们先不要扯远 反正先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我的频道上面 关键是打那个枢纽分析表 应该有我以前教过的影片吧 请各位自己再看吧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针对这一个 再去做的 你可以再针对这个工作表 再做枢纽分析表 那怎么做 一样再插入什么 枢纽分析表 这个范围就是只有台北市的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居住的县市下面这个居住乡镇一样 拖拉到列标签 再把这个居住的放在他的池 那就统计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 当然它这一条没有什么排序 它只有就是列出来 所以第一个是407个 最高的好像就是什么 大安 中正 内湖 我们看一下 那如果在那个 我们Python等一下要做的程式 结果一不一样 它好像按照 它是按照什么 笔画排序 所以呢如果我把这个笔画排序 这个按照笔画应该是A到Z 把这个 应该从这边 排序A到Z 好 不过它的排序好像 跟那个Excel有点不一样 不过至少知道一下 可以这样把我们各区的数字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方法是方法一 如果要方法二 特别最好 刚刚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做出 你就是直接 把你的这个点两下 它会跳出台北市的资料 你可以再针对这个资料做 什么 枢纽分析表 OK 然后再把你要筛选 再筛选一次 这个是方法一 那如果方法二的话怎么做 方法二 就再切回到刚刚的这个 就是台北市 我如果不点两下 我不要用这一招 我用第二招 两个方法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 很简单 一 只要再把什么呢 居住的县市 在居住乡镇 再拖拉到列标天 也就是说呢 你现在分析咕噜拜 是两层的咕噜拜 也就是说你现在 除了咕噜拜县市之外 还要再咕噜拜它的乡镇 但是底下会出现 什么出现台北市的新北市 哇全部都给你的 也就是说他怎么样 县市底下还有乡镇都出来了 但是会很 可是我只要什么台北市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在这个箭头下方 只要把全部的县市打勾取消 留下台北市的按个确定 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发现 底下的那个 有没有 就是各区的也会出现 也就是说你要变成两次的 有没有 就是列标签变成先线市 再乡镇 然后再把这边筛选 留下台北市的 也是OK 两个方法都可以做出最后结果 那最后 好